大家好,剛剛有人問我一條數,就是關於概率的 現在有2.5毛,3.1元,2.2元 問如果抽2個硬幣出來,總數要是大於2.5元 極概率 首先,我們抽到大於2.5元的可能性 0.5加2,2.5元,2.5元,剛剛2.5元,就不大於2.5元,所以我們不計算 我們只要計算1元,乘2元 那你調轉次序,2元乘1元 就是第一個可能性,第二個可能性 先後次序不同 還有第三個可能性 就是2元乘2元 那這個第四個可能性,前後調 我們不用考慮,我們只考慮一次 因為2元我們分不到是誰搭哪個 這個你小心點 1搭2,2搭1,和2搭2,OK 那這裡呢 首先,1元有3個 如果情況1,就是2加3加2,即總數有7,可以嗎 2加3加2是7 那這裡要同時發生,就要乘2元,因為有2個 除,那你抽完一個,你會少一個,所以總數只剩下6 那第二個情況呢,就是2加7 因為,先抽2元而已,2加7 再乘,再抽1元,就是3加6 那其實這兩個呢,你可以調轉寫,其實這個乘2就可以了 即是這個數,乘這個數,乘這個數,乘2就可以了,如果你熟了之後 OK 那最後了 還有這個 2元,2元 那就是呢,2 over 7,乘1 over 6 可以嗎 加2 over 7,乘1 over 6 那就是答案了 這個3分1,就是2 over 7 2 over 7 加2 over 7,乘1 over 6 2 over 7,乘1 over 6 2 over 7,乘1 over 7 咦,為什麼計錯數呢 怎麼搞錯 這個Y actually 這個Y是7 over 7,乘1 over 8 7 over 7,乘1 over 7,乘2 over 7 6,乘0 over 7,乘2 over 8 3分1,就是這樣 7 over 7,乘1 over 7,乘2 over 7,乘2 over 7,乘1 over 7,乘6